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角山的山顶却是开阔平坦 上面长满了绿油油的松树 穿越路况复杂多变 多为石子路和土路 道路崎岖狭窄 大部分路段只能单车免前通 个别对断危险系数小大 要根据个人的经验和能力 判断选择好路线 下面就看看我们这几辆车的表现吧 往左点 把轮打直了 稍微往左一点 由于这里特出的地理环境 是土匪七七的最佳场所 一千多年里 历朝历代的山代王们 都选择在这里建造自己的努托邦 其显要隐秘的地理位置 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可想而知 这座山之所以非常出名 是因为在隋唐初期 这里有一个山代王 叫刘武周 占据这里一手南宫 在这座三角山上 建造了一座三角城 李世民率十万大军亲征 死伤官兵无数 久功不下 最后只好封刘武周为王 只要他们不下山 去骚扰周边的老百姓 就允许他们在这里生存下去 所以这座三角山 也被称为土匪债的原因 好可以了 然后往左打 不要再往右 尽量往左 漂亮 拖起来没毛的 我又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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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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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山土匪债 适合郊游 徒步 露营 当然更适合货车 前天您的车最好是四驱越野车 而且还得是AT台 三角山土匪债 没有网络 也没有信号 只能用二维互动地图 或玩路帮小程序 按照轨迹行走 才能保证您不会迷路 您觉得我们这几辆车 今天谁的表现最好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记得点击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咱们下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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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个视频